先议员张卓然表示 台东县治安良好 警察的超勤津贴也要适度的提高 县长答询 增加超勤津贴迟迟不能决定 真的是因为县府财政困难 我们的超勤津贴 超勤津贴 全台湾 我们是维持到现在 一万两千块 超勤津贴 高了一万七 一万四一万五的 也很多 一万三的也有 就是我们台东的一万二 所以我在这边就说 拜托县长 12月20万你即将卸任 希望在卸任之前 我们来给予提高 我不敢说提高多少 最起码提高到一万三一万四 我对台东的警察同仁 能够这么多年把台东的治安工作做到全国第一名 满意度最高 我非常非常的肯定 也经常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 来表达我们对警察同仁最高的敬意跟谢意 这一点我想无庸置疑 另外我们这几年 其实也特别支持警察 在各种不同的需求上面的预算 比方说监视器的建制 我们新的办公厅设的改建 车辆 装备 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上面 我们其实都给警察局很多的支持 所以迟迟不能够做出这个决定 其实是跟我们的财务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那我在这个阶段 其实不适合来做这个调整 因为假如我现在来做这个调整 那从明年开始 大家要领到这个增加了超级今天 那等于是帮下一任的县长做这个决定 然后让他这个财务的负担加重 然后我觉得这不适合 张议员对县府活化太平荣家这块土地的努力 表示肯定 他希望也能够加汇在地的农业 也为在地的民众提供就业机会 但是我在这边就说 希望这块土地能够让他真正的活化 里面做长照 但是里面就可以做一些什么健康 健康园区 里面做商店街 等等 然后去活化这块土地 造就这块地方 这个土地的地方 就是太平村 太平村 将来的食材 能够采用当地的 食材 当地的 以前的人说有做菜银子 有做什么 他们可以种菜来交给你们 然后让地方的经济 农作物可以在经济上有效益 帮助人民的生活改善 经济改善 在这块地里面让他活化起来 那将来这块土地将来做长照 健康园区 这是我补习的意见 你可以畅考 了解 是不是将来说做了以后要回馈地方 大家互相配合 人力方面尽量用当地的人力 你有究竟比较方便 就是未来 那个园区因为入住的人 应该也算多 所以当地的那一个农产品的采购 应该来优先 因为这样子减少运送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可以造就我们当地的居民 当地的产业可以发展 但一起撇妬 这个均匀 担保 但把园区的提升 一个开发案能够让整个园区 还有我们当地的民众 包括整个地区 产业 商业 还有就业 甚至于创业它都有可能 农社要临界临路的规定 不适用于台东 先议员张卓然希望农业处 把这个问题转达给中央 农业处表示就现有的规定 该处会尽量以民众有利的方向去解释 张议员希望线到197部分路段 开放大行车 行走 以利观光发展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18届第8次定期会 县政总执询议程 县议员张卓然问证内容的摘要报导 由徐静坤整理